今天新聞版面兩個風暴 一個 柯文哲麻煩大了 第二 伊朗要打了 你現在看到是今天下午的 民眾黨柯文哲召開的記者會 為什麼 他要解釋 爆發史上有史以來最大危機 2024大選 你拿到超過4億的政治獻金 結果現在居然傳出了福報 做假賬 甚至中保私囊的懷疑跟爭議 而且金額獎金將近2000萬 這場記者會他到底說了什麼 等一下秀嶺要帶我們來解讀 不過導播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張 是安壯柯文現在頭卡摩的秀 因為整個第一集的錯誤的背後 真的就能翻頁嗎 三條軸線三場發生 我們一個冤有頭再有主 一個一個來看 柯文哲我剛剛說了 拿了4億的政治獻金 結果居然中間冒出了一個 理事兄妹黨 成立了一個木可公司 這家公司就是他最信任的 高中同學的兄妹 他們金手錢 這家公司被懷疑是白手套 錢流到了哪裡 大包 中包 小包 包到了這一家叫做 尼奧什勒的公司 一查不得了 他的這個所謂的老闆背後的 這個操盤者居然是黃珊珊的閨蜜 怎麼變來變去 牽扯到錢 背後的三頭都是你柯文哲最親密的 再來第二條軸線這個叫時間的公司 短短三個月可以拿到將近千萬的預算 結果現在被扯出插邊球陳志涵 跟他有什麼關係嗎 等一下陳志涵記者會他也有說法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怕豬一般的隊友 頭號豬隊友陳佩琪 給柯文哲闖了什麼禍 一開始請秀玲就來告訴我們今天記者會說清楚了嗎 今天記者會其實歸納起來整理非常的簡單 那只有三個字 這個人叫做端木正 端木正姓端木明正 所以叫他端木會計師 那所有的錯都是這位會計師的錯 那柯文哲今天記者會上面是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會有這一個916萬 這一個尼奧跟時樂說我們沒有收到這筆錢 你到監察院去報了假賬 那這件事情的確是假賬 因為呢有這個申報給監察院說給錢給了尼奧跟時樂916萬 但是這兩家公司跳出來說我沒收到這筆錢 所以憑空消失的916萬到哪裡去了 柯文哲緊急查賬 那查賬的結果告訴大家說 這個賬不是只有這兩筆錯了 錯的是一筆糊塗賬 至少目前查到40萬以上有問題的賬高達17筆 不是只有這兩筆有17筆錯賬 而這17筆錯賬呢 其中漏報的金額這17筆加起來是1817萬 他告訴大家說其實我應該要報銷的賬是1817萬 但是呢我報到監察院去只報了916萬 所以呢假設是大水庫理論的話 其實我還少報了 就是說我整體來說呢 我報給監察院的賬還少報了 所以我不是報假賬啊 我是這一個自己還貼錢去做了這一場的競選活動 但是呢這些錯賬為什麼會錯呢 這其實錢是一分一毫都不能錯的嘛 就是說他說有會計師簽證喔 就是會計師弄的 會計師做了假賬 他現在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 他說呢這整筆賬會有這麼多對不起來的部分 就是會計師做了假賬 當時會計師呢沒有叫key缸來 我給他的單據啊 他都沒有一筆一筆的給他弄進去喔 特別是這17筆 你看他沒有弄17筆 這17筆他沒有漸入這一個收支賬裡頭 所以他就少算了1817萬的花費 然後呢最後他自己賬都不起來 他有916萬都不起來 於是他把這916萬就自己分配給尼奧跟時樂 就說好啦那你吃300 那你吃多少 把916萬的賬給做掉 那他說這都是會計師做的事 他們不知道 李文宗他的財務長也說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負的責任是督導不周 因為他沒有看過會計師做的賬 不知道呢他做了這筆假賬 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端木會計師一手遮天喔 那端木會計師有這麼大的膽子嗎 這是大家對於今天記者會說辭 一個最大最大的問號 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他在金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 他不是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 他在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當會計師 那現在你指控你這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 端木證做了假賬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不用出來說明嗎 你的商譽怎麼辦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炸掉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的小草 人家怎麼五百一千 風行草野 要對你阿伯 阿伯沒走 我們也不要走 沒離開 我們也不要離開 是這樣展出了肆意 結果如果像你講的 記者會給人家一個感覺什麼 你就是斷尾 你就設斷點 推給一個今天從頭到尾 沒有現身的會計師 結果你應該要合過 才可以出去的 這個叫做財務長 你居然輕率的一句話說 那是我的叔叔 怎麼辦 這樣就要把他扔掉了嗎 所以今天講到的這個李文中 就是柯文哲最信任的 足中的同學 今天最該負責的可不只有他 我們今天就講說 這個會計師你要出來 你有沒有犯意 然後你的犯行是什麼 最後柯文哲你可不是說 我們絕對沒有錢進入任何一個人的 這個所謂的口袋裡這句就過 就可以翻頁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 我們怎麼知道錢有沒有進入的口袋 我們現在連賬都看不清楚 就是一筆爛賬 然後你說是端木正自己做了一個假賬 對 那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所謂的精華會計師事務所 要趕快出來說清楚 你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什麼幫別人做假賬 在這個記者會之前呢 這個木可公司發了一個聲明 告訴大家說現在大家對我們這家公司 有很大的質疑 所以我們就呢清算 把盈餘捐給公益 我就暫停盈餘了要清算 如果你現在又找端木正進來清算的話 因為清算是需要會計師的 好 那你又找了端木正進來清算 他賬又再做一筆假賬出來嗎 你要找誰清算 可以找第三方更值得信任的專業人士來清算嗎 就你今天記者會 我們幫大家換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們代為幫木可公司宣布 我們要解散 我們要 就這間公司就要結束了 第二 他從頭到尾沒有讓被指控 該背鍋的那個會計師出來幫自己講半句話 都是片面的說法 所以最後秀琳來告訴我們 現在北檢已經分案要查了 是你柯文哲一句話說 沒有辦法前進入私人口袋可以翻頁的嗎 所以柯文哲在記者會上的這個大水庫理論 真的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因為從之前到現在大家看太多政治人物的大水庫理論 就是說我的支出大於我的收入 他現在的說法就是這樣 我的錯賬是1817萬 現在被抓到的是916萬 所以呢我多付的還比我這個被認定是假賬的還要多 那這個理論在司法面前是站不住腳 從高鴻安的例子 你馬上就看到了 那台北地野署已經分案調查 其中涉及的是刑法的偽造文書罪嫌 假設這個會計師是真的做假賬 而且呢他沒有別人指使 他就是自動自發的做假賬 想要這個損益平衡 而且他的理由很瞎啊 說呢因為時間來不及 監察院的這個申報的時間 有這個結束緊急 所以我只好做假賬 把趕快申報出去 這個理由對於一般會計師 來講都不會接受 我可以派更多人來加班 來看賬來做賬 絕對沒有用做假賬去趕時間 來不及的這種事情 好今天下午的這場記者會 大家一起看完 連峻今天下午呢 我們看到柯文哲的記者會 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通通甩鍋給會計師 甩鍋給財務長 也就是有瑕疵 但不認錯 更沒有你們外界質疑的貪污 做假賬的問題 好了觀眾朋友 所有爭議的人物都在這張圖上 當然風暴的核心是柯文哲 再來一條線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質疑的是 李文娟李文忠兄弟 這個是柯文哲的親信 再來黃珊珊的角色是什麼 為什麼大包中包小包 包到後來是他的閨蜜 前進到誰的口袋 另外一條線陳志涵 一個一個來看 來我們請人群 帶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今天如果柯文哲這條線 為什麼李氏兄弟他的親信 在這個地方 成立了一個木可 木可的角色 會是外界質疑的 公庫通私庫的白手套嗎 現在從這個 今天的記者會上面來看 柯辦其實這個 當時的柯辦 並沒有否認 木可公司跟他們的關係 非常密切 甚至連木可公司 今天發布聲明說 即日起要把這個公司的運作 如果暫時停止 而且接下來會進行到 清算的程序 那說實話 如果就正常的商業運作來講 要發布也是由木可 自己來宣布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由柯辦 在這個 為什麼是由柯辦 在這邊作為宣布 是不是斷尾求生呢 所以這裡面當然 必須要被釐清楚 事實上柯文哲 因為他在之前 競選的時候一直很窮 所以他希望支持者 能夠這個 踴躍的捐獻給他 做政治獻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這個支持者 他今天用各種的方式 不管是你捐款 或是幹嘛的 理論上都是進到了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專戶 那這個獻金專戶 就是提供柯文哲 來作為競選所使用 沒錯 那結果現在 其實柯文哲 柯辦這邊看起來 也都證實了 就是說他們另外有一個 叫做木可行 公關行銷這個部分 然後所有的禁匪軍費 有很大一筆 其實是由這個地方來做 可是我們就講 如果你是在競選總部 這邊有一個政治獻金專戶 他其實有相關的法律 去作為規範 但你今天跑到 木可這邊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一個商業行為 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他就不需要 受到政治獻金相關的規範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 在這邊出現了弊端 或者是出現了漏洞 讓這些錢 往不同的地方流出去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 流到了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木可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這個木可 有沒有如實的 依法的把錢 給花在每一個該花的地方 他是白手套嗎 現在就是大家最大的質疑 那這個質疑其實 回到了這個所謂的 柯文哲的演唱會裡面 因為其實在最早 柯文哲在去年7月5號的時候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公開講說 這是一個募款性質的演唱會 不過後來你看到現在 尤其今天這個說明會裡面 他們的說法是說 這個一開始定調就是商業演唱會 我們當然第一個會好奇說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柯文哲的腦子裡面 一直認為說這叫做募款 因為如果你是募款的話 所有的這個帳戶的影域 基本上都要回到了工的帳戶 對 可是如果我們去對照 這個所謂的政治現金的申報裡面 那沒有一筆所謂的77萬 今天他們的說法是說 在這個去年的12月的時候 募可試圖捐100萬的政治現金 去給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但是在1月的時候 就把這筆錢退回去 是因為這個公司在當年的營收 並沒有達到捐贈的標準 然後問題就在於是 如果你全部都是由柯文哲的進辦這邊 支付給募可公關 那你的這個77萬 也沒有在帳面上面 回流到柯文哲的競選專戶 那今天他們的解釋是說 對 在那個當下都沒有 但是今年陸陸續續 募可又捐了所謂的 超過100多萬的金額 進到了柯文哲的競選帳戶 那我們就回來看是 如果在當時查契的時候 這個整個查證的時候 並沒有這一筆的項目 那這筆項目 接下來會不會出現在 他們要去跟監察院 補證的這些資料裡面 那是不是後期才又回捐回來 這個當然會引發 外界很多的質疑 所以如果沒有後手回捐回來的話 我就高度懷疑 也是大家的懷疑 那個本該是 這個所謂政治現金專戶的77萬 卻留在募可公關閒銷裡 那這個77萬 會被中保私囊嗎 而且這中間 其實是因為在今天的記者會 他們坦承 就是說有這個所謂 1800多萬漏爆的狀況 那分成幾筆呢 灌水到其他的公司裡面去 所以這種灌來灌去的狀況 如果按照柯文 則在過去講說 我每一筆支出都如實申報 為什麼會跑出了 所謂的1000多萬 這種所謂沒有 如實申報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外界非常質疑的 好第二個 我們要請仁俊來幫我們解讀的是 仍然是這一條線 這條線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赫然發現 今天從禁辦所有的宣傳 大包商 由這個叫募可的公司 給包走了 包走之後再分給小包 是由這個叫戴力林的人 給包走 分別是兩家公司 赫然發現戴力林誰 她不是普通人 她是黃珊珊的閨蜜 我就問 黃珊珊是他們的競選操盤的總幹事 她是掌握人事 掌握財政最了解的人 她在裡面她有角色嗎 為什麼是她的小包得包的 在今天的這個記者會上面 事實上記者就直接提問這個問題 問了黃珊珊 那黃珊珊也沒有否認 她確實跟戴力林是認識的 而且在之前她在參選 這個台北市市長的時候的肇事活動 也是由戴力林來這邊做為主辦 那我覺得她的狀況會變成就是說 事實上除了這個募可轉包給 這個所謂的尼奧跟這個時樂之外 事實上在其他的這個所謂的 一些數據上面也看得出來是 募可幾乎承攬了所有 柯文哲要外包的東西 然後再分開分別給其他的 這樣一個下包 那你可以看得到其實在這件事情 為什麼到最後有三張發票出現 也是來自於你要跟時樂 他們自己清查回來之後出現了 那如果他們今天 在這個所謂的承包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有這個所謂的勞務的支出 那這一塊也有所謂的 詳實的單據是可以做為查證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事實上是比較不會 引發一個紛爭 但現在的狀況就回到了是說 那你今天用這個方式 在這邊就會流通的時候 如果沒有實質付出勞務 但是你也支付了金額的狀態之下 這一筆錢就會有問題的 還有一個是募可跟科進辦 現在也被質疑講說 你們到底人員部分有切開嗎 也就是你科進辦跟募可人員 裡面都出現了一個叫做李婉軒的這個名字 而且外界其實現在就質疑說 會不會這個人在科進辦也掛名 是你科進辦的人 但是也到募可公司裡面去認職呢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這個疑點都還沒有釐清清楚 這個關鍵在哪裡 今天小草們五百一千這樣抖累你 他要跟著阿伯 這樣給他支持他前進到了進辦 結果這個人如果是進辦的員工 我們也就沒話說 這個人居然同事在募可掛名 那到底我為什麼要養這個人呢 那也就是說呢科進辦基本上 到底是科進辦是空殼 還是募可是個空殼 是 因為你同一套的人 為什麼要在兩邊不同的掛這個職務 而這個都會跟金錢上面的流動 還有剛剛您提到的 說像發包的這些工程是有關係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接下來 民眾黨會面臨到外界非常大的一個質疑 好今天聽到這個地方 寫安卓克文哲討可夢了 因為現在被質疑 有一個被懷疑是白手套的募可公司 背後理性兄妹 都是他的親信 更關鍵的關鍵是 大包小包中包包出去之後的 最後得標的居然是 黃珊珊的閨蜜 來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前科文哲競選總部的社會力組長 慈稱來到這方 慈稱你是第一個跳出來 要求黃珊珊面對問題 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人 他就你的理解 在競選總部的權力有多大 管人 管事 管錢 在這個時間點 他可以撇得乾乾淨淨嗎 其實我覺得黃珊珊 他本來就是應該要在 事發的第一時間 就應該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他當初 事發的時候他只輕描淡寫的講一句 的確有賬物的瑕疵 他是競選總幹事 他就是主將下面的那一個人 拜託他當初在競選辦公室 管了多少東西 從演唱會 從造勢晚會 從募款小物 大大小小到主席行程 通通都要跟總幹事會報的人 那我今天其實剛剛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秀很多單劇嗎 很多考核 簽核 都有黃珊珊個簽名 那你為什麼真正在報這個東西的時候 報出去之前你黃珊珊你沒看到嗎 你黃珊珊沒有看到這福報的960幾萬嗎 那你到底是怎麼去選舉 他選過議員選過立委選過台北市長 他沒有處理過政治獻金嗎 政治獻金最後啊 像我們那時候選議員最後的時候 這幾個癡章是要蓋下去的 你黃珊珊處理過這麼多次 你幫柯文哲看你沒有看到嗎 你都不用負責嗎 你一把抓的人耶 拜託他當初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死都不願意進入民眾黨 但是把資源吃乾媽淨 到選總統的時候 不分區立委把自己排在第一名 球員兼裁判 好處拿了 現在出事的時候又趕快要切割嗎 但是他今天記者會黃珊珊講那些話 他有回應到大家想要個問題嗎 961萬呢 你覺得那個閃躲 我覺得他還是想閃躲 有人這樣說 因為他是律師 所以他出來講說這件事情不應該 他第一個直接跳出來就是認錯的少打三下 有人說他知道事情很大條 現在只是還沒報 剛剛提到了北檢已經分案調查 你怎麼看接下來可能的發展 其實可能的發展 就像剛剛那個我們講到 黃珊珊是律師出神 所以其實他做事情非常的小心謹慎 他先跳出來講說的確有 上誤個瑕疵 其實他就是像你剛剛說 先認錯嘛 少打三下的概念 可是現在北檢分案了 那接下來柯文哲你是不是要負責 因為你最後你還是蓋章的那個人 好 旺哲今天 不是只有我們看木可這一條軸 還有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也今天有非常多的貓膩 他改名之後 短短三個月 可以從競選總部這邊 獲得了將近一千萬的預算 他到底何德何呢 有什麼本事 可以造什麼事 可以做什麼宣傳呢 剛剛我們談到尼奧跟時樂 現在我們要談這第三間公司 其實大有問題所在也就是時樂 大家光看那時樂兩個字 時間就時間 為什麼這個時間的時上面 還長得草出來 顯然是針對柯文哲這個屬性 來命名的感覺 因為你看呢 時間怎麼上面突然有個草呢 因為很多小草啊 對啊 所以看起來好像跟柯文哲 人設也是蠻符合的嘛 那可是他過去不是叫這樣的名字 他過去叫什麼 他過去是叫均嶼國際有限公司 可是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喬喬改名叫時間 大家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你七月的時候要改名 我幫大家回顧一下 去年七月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記得去年七月 國民黨全大會是通過了 侯友宜的提名 就在那個時間點 大概那個左右 結果呢 這個均嶼突然改名叫做時間 那你不大力 你一改名就改名 可是問題是 他從接下來的三個月 分別拿了七百萬 兩百萬 一百萬 加起來三個月拿了一千萬元的 柯文哲的競選經費 這個是大家覺得有貓膩所在了 而且看起來目前時間的帳目 好像也不太清楚 尤其 大家從他官網上點進去 哇 比詐騙集團還簡陋 你知道嗎 詐騙集團網站上其實他很多很詳細的東西 甚至還會模仿什麼之類 可是這個時間點進去 哇 大家覺得好像只有單一頁面的感覺 而且很多東西也沒有說清楚 粉絲團抱歉了 只有幾個人點讚 只有四個人在追蹤 四個人在追蹤的一間公司 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你這間公司 到底是何德何能 可以拿到一千萬的競選經費 這個是大家現在要追的地方 好 我們知道 今天牽扯到了布韓被認為是 木可公司 或者現在講到的時間公司 山頭很多 對 每一個接觸可以從這個 發包得標的這些公司的背後 都有一座山頭 每一個山頭都是柯文哲的親信 這邊對到誰了 剛剛我們講到是黃珊珊 那現在是不是對到陳志涵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粉絲頁面點進去 剛剛不是有四個粉絲嗎 其中一個叫Amanda Jain Amanda Jain 點進去他是誰的好友 他是陳志涵的好友 所以現在市長嗎 他就去做連連看 說難道陳志涵跟這個 時間公司的情況 關係是有連結的嗎 所以今天陳志涵 早上出來開記者會嗎 他說沒有啦 我根本沒有經手這件事情 我只是把他們這些公司 做的影片把他上傳而已 但是裡面的人他沒有認識 但問題來了 陳志涵他也沒有說 到底民眾黨是跟誰 誰是跟時間接觸 他這裡沒有講 所以背後是不是另有其人 向大家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你看啊 做假仗 中保私囊的爭議 前線作戰 柯文哲一個人超回答 後院誰在幫他到處點火 豬一般的隊友 頭號的豬隊友 陳佩琪啊 我說柯文哲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家裡有少管這些事情 包括他的媽媽 他的兒子 甚至他的老婆 最常每天三不五時 就在臉書上發文 結果呢原本想要幫柯文哲 結果沒想到 反倒害了柯文哲一把 當時大家討論說 這個到底小草咖啡廳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陳佩琪自己挑出來 說沒有啦 我是為了柯文哲 2028能夠選舉選總統 我幫他提前佈局 可是我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還是聯合醫院的醫生 我現在是公務員 所以呢我找個人頭來掛名 總部設在哪裡不知道 那我就乾脆設在 這個民眾黨黨團總部好了 黨中央好了 可是現在問題就出來了 你病人要抓到之後 他說沒有啦 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認錯了 可不可以重新來判決我 所以像問題回來 這個陳佩琪在這個故事裡面 一直在扮演一個豬隊友角色 讓柯文哲的火越燒越旺 那更別談了 今天彭震生不是還被北京約談嗎 所以像柯文哲看起來 這個包括黨內 黨外甚至家裡 哇三頭病燒啊 所以你說柯文哲接下來 能不能躲過其他地方 我看接下來非常難 除非你大刀擴斧 先把家裡的家務室 整理乾淨之後 再出來面對 中東大戰接下來72小時 將是關鍵中的關鍵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是 正在發起圍棋五天演習的 伊朗革命衛隊 他們讓全世界看到了 手上極少曝光的護國殺器 這就是他們的急速彈 可以千里奔襲到以色列 預告了空中火流星大秀嗎 在此同時我們看到美國 居然將兩艘的航母打擊群 還有一艘的核潛艦 通通開往中東 俄羅斯護國神器蘇凱35 也準備支援伊朗 接下來72小時會發生什麼事 對沒錯我們都很關注 這個中東的這個局勢 大家想說那不是要打了嗎 事實上現在伊朗已經正式跟你預告了 伊朗就說我們已經準備要執行 這個懲戒以色列的這個行動 然後他就說我們會對以色列 進行所謂的初期不易 然後大概約莫是持續 三到四千的這個突襲 然後他就說什麼 我要讓你緊張 我們現在不跟你說哪一天 是要讓你有這個心理上的壓力 因為等待我們的攻擊 你自己本身就是在恐懼之中 那伊朗就認為說他們打中 所謂的心理戰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知道其實呢 以色列他們這個在作戰的時候 他們比較擅長用所謂的閃電戰術 就是快速的把它解決掉 把這個戰事解決掉 他現在用拖字決 希望說能夠讓這個 以色列人能夠慢一點點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個戰事 還沒有開打 但是呢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在以色列周邊 特別是在北邊的這個 黎巴嫩真主黨 已經開始發動所謂的代理人戰爭 他現在已經開始用所謂 30枚的這個飛彈 開始襲擊以色列 那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 以色列北部來說 你看他城市裡面 有非常多這個鐵熊系統 上去攔截的這個畫面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 在以色列的北邊 目前為止 真主黨已經跟以色列 已經起了這個衝突的這個狀況了 大哥還沒動 小弟先行 真主黨我們知道 是伊朗最飄悍的手下小弟 已經先打了 那我就問 到底伊朗什麼時候動手呢 對 伊朗是說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要讓你等待 讓你恐懼好 那伊朗到底做了什麼準備呢 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的革命衛隊 在伊朗的西部 進行一個岳末式 五天左右的這個演習 那演習來說的話 他當然展示一些狀況啊 他們就說 我們最晚15號以前 就會開始展開這個襲擊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就展示了一個叫 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護國神器 滅國神器 叫霍拉姆-沙赫爾4型的這個導彈 那這個導彈來說的話 他主要是 他這個射程可以岳末高達2000公里 2000公里來說的話 如果你從伊朗本土發射來說 要打到以色列不成問題 再加上說軍艦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極速戰 極速戰在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等於是打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講 這個火流星這樣片般的 掃過你這個 以色列的整個領土的一個狀況 這個畫面 觀眾朋友你再看一次喔 他從空中烏烏壓壓 這個雨滴般的灑下之後 下面燒成了一片火海 這是俄烏戰場最慘酷的 一個攻擊方式耶 對他當然他跟你說 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對付你以色列 那當然他們敢不敢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就是給以色列一個心裡面的壓力嘛 那除了這個 他們有這個所謂恐怖的殺氣 這個所謂極速戰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有一個 海上的這個戰艦 他們這是所謂的 他們新的革命衛隊的這個戰艦 你可以講他其實有用 雙輪拱這樣一個狀況 其實類似我們台灣的這個 陀江艦這樣一個情形 他們就說了 這個新型的這個飛彈系統來說 它可以打擊700公里以外的這個目標 然後速度達45節 這其實蠻快的喔 還可以起這樣所謂的直升機 那這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說了 一旦這個以色列跟這個 以色列跟伊朗開打之後呢 如果伊朗控制了荷姆之海峽 它可能會讓油價出現飆升 所以這或許呢 它可能用這一項武器呢 準備要控制荷姆之海峽 要讓油價漲價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這也是他們在海面上作戰的一個手法 跟一個神秘的這個武器 這個就牽動了全球的能源命脈 700公里的打擊範圍 換句話說 沒有一方它打不到的 它就守在這個地方 如果去攻擊油輪怎麼辦 是不是再一次牽動全球的油價 難怪你看看 美國進林肯號航母之後 現在又多一艘航母打擊群 從時也把核潛艦也派到中東來了 雙方一觸即發了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航母嘛對不對 林肯號跟這個羅斯 跟這個羅斯福號 都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他們還有核潛艦都來了 但是現在大家看 美國就說 我們把這個核潛艦 喬治亞號 往中東去部署 那這喬治亞號來說 它是核動力嘛 那當然我們都要非常清楚 它是核動力戰略級的這個導彈 戰略級的這個航空 這個所謂潛艦 那潛艦來說的話 你看一艘惡害 因為它是惡害二級 惡害二級來說的話 它可以搭載月末336個核彈頭 等於是說它發射出去完 幾乎可以滅國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核三位一體的 這個最終的打擊方案 它的這個 它都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到底是什麼 當然不可能真的會射核彈 但是它意思來就是說 我連老大哥把最終的殺氣 都拍到這個地方來 你最好不要亂動手 而且它可以發射三叉機 三叉機來說 它可以不搭這個所謂的核導彈來說 攻擊射程範圍也是非常遠的一個狀況 可怕的是它的逆蹤 你根本不知道它從什麼地方 發動死神般的鎖命奇襲 當然沒錯 因為它核潛艦在海裡面的說話 你看一兩千公尺這樣 你根本偵查不到它 它等於是讓你來無影去無蹤 讓你覺得膽憨 所以美國除了兩艘航空母艦 然後一艘核潛艇來到這個地方來之外 美國顯然呢 他們也對中東局勢呢 開始默默的這個注意 而且他們現在也打開非常多的捆龍鎖 捆龍鎖打開是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過去美國精銳的武器 要進到中東 它是非常節制 非常克制的 為什麼 他把腳亂了這一鍋粥 現在都不管了 只要能夠嚇阻伊朗 你不要誤判 再新的殺氣 都往中東送 過去都解封印了嗎 對沒錯 甚至整個以色列跟伊朗戰爭 如果不要火上加油 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那就是中東最重要的國家 叫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跟拜登政府 其實處得並不是很愉快 有人權的問題 還有之前呢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介入所謂夜門內戰 所以他們把很多武器呢 就不給你了 但是因為現在呢 為了要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拜登政府就說 那我們解除了對沙烏地阿拉伯 一些武器的這個 攻擊性武器的這個 這個所謂禁令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當然是 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在美國這一邊嘛 所以那除了這個這樣之外來說 大家都在各自拉幫結派 我就說 美國在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那事實上還有誰 俄羅斯目前為止 也想介入這一場戰爭之中 為什麼俄羅斯要介入 這場戰爭之中 你看俄羅斯上個禮拜來說 不是他們用這個 伊爾76的飛機嗎 運輸機嗎 載了非常多武器到中東去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它有幾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留意一下 一個是莫曼斯克 BN的電子作戰系統 這個號稱是俄羅斯 最厲害的電子作戰系統 他說呢 五千公里之外的範圍 我都可以進行所謂的電戰干擾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你F35 保證讓你有去無回 當然這是他們的宣稱 他也沒有真的跟F35碰過 那到底誰比較厲害呢 我認為說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這一次有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到底 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 以色列手上有F35 對 美國來了F22 F18 這個咆哮者電戰機的時候 你突然拉了這一套進來 是在撞膽的嗎 對好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撞膽 實戰作用怎麼樣 我們當然打了就知道 是 另外還不知道什麼 這個伊朗其實不是只有想要 這個所謂電戰系統嗎 包括說未來可能有所謂 蘇35 或是薩姆400 這個其實才是他最要的 為什麼 莫斯科這麼加速的要去 武裝得黑藍 因為 在俄羅的戰場 普丁快要軟腳了 被烏克蘭直接瀕臨 城下一路破防 攻進他的本土 是 最近聽說 已經距離莫斯科600公里而已 對我們上禮拜不是講 他是1941年以來 第一次有人踏入俄羅斯的本土 是外國部隊 那就是烏克蘭的作戰部隊 那他現在已經深入到 這個庫斯科約沒有來30公里左右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 原本是不到1000名的士兵 但目前為止 慢慢陸陸續續增加 所以對俄羅斯 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可以講 烏克蘭目前為止 有公佈非常多照片 我們慢慢地前往庫斯科去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往庫斯科去 當然對俄羅斯形成壓力 我們有什麼症狀形容說 他們真的壓力很大 第一個你看 他居然用武器轟炸 他們自己家本土 也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進來我們家 我只好我打不過地面陣 打不過你 我用這個轟炸這個狀況 他沿著這個烏克蘭軍隊 提這個所謂前進的這個路線 他開始丟 丟直所謂滑翔炸彈 甚至還有所謂真空彈 真空彈是什麼呢 真空彈就是所謂的這個 他的武器 他就衝 打下去的時候 他周邊是抽圍真空 所以他的攻擊武器 攻擊力是非常厲害 人家就說他只是 類似這種小型核母 小型核子武器 他都用這樣 因為你只要他周邊的話 你幾乎人就會被他 蒸發掉的一個狀況 哇今天看到的 都是人間殺氣等級 剛剛伊朗的急速彈 現在俄羅斯的真空彈 你要知道 他丟下去是自己的本土 但我為了截斷 烏軍追擊進攻的路線 我不惜損己 我也要炸掉自己的土地 所以你就可見普丁 他自己心裡就躲擊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烏克蘭來說 也不是省油燈 他們目前為止 就用什麼海馬式 這是俄羅斯的這個重隊 他們在庫斯科地區 被人家攻擊嘛 那人家就說 可能是海馬式火箭彈 發揮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 夜襲庫斯科 所以來說 現在目前為止 在前線真的是壓力 對俄羅斯壓力非常大 尤其是 為什麼他們這次要打庫斯科呢 因為庫斯科那邊有一個城市 叫蘇甲鎮 蘇甲鎮呢 他是當這個所謂歐洲 從俄羅斯輸往歐洲 非常重要天然氣油管 一個非常重要控制站 結果被想 已經被他們打下來 這個畫面是 哇這個象徵意味極濃欸 對你看他們故意 他們就故意弄這個照片出來 那拿的是烏克蘭的國旗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已經在蘇甲天然氣 這個運輸站的門口 我們把它佔領住了 好那這個對俄羅斯來說 相當相當壓力非常大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天然氣戰 另外他們繼續往北打的時候 就想知道 他們準備要佔領在當地 最大的核電廠 所以現在對俄羅斯來說 他已經慢慢的 越來越不能夠輸了 好那你說為什麼 烏克蘭這一次打仗 能夠那麼順利呢 當然後面有非常多了 包括美國給他開綠燈 各式樣武器都可以來了 另外就是美國有 投入非常多 新的這個武器的實戰 包括大家都說 這個機器狗 你看這個機器狗 到底真的還假的 你看這是真的在烏克蘭戰場上面出現的 他是怎麼樣 他可以偽裝 然後就變成戰場的兼兵 他可以再大戰 然後他也可以 包括說像 他也可以去偵查 各式各樣的作戰功能在這邊 當然讓前線你要推進的時候 他當然更有這個 更有所謂的武器能夠往前推進 另外包括說像 還有機器狗 機器狗來說的話 幫助烏克蘭什麼 掃除地雷 然後這個包括說 可以揹破擊炮 可以攻擊所謂的 可以揹這個極速炸彈等等 還可以發射等等的狀況 然後可以負重154公斤 所以這等於是說 有非常多的機器狗 新的無人機 還有新型的武器 都投入這一次 俄烏戰爭中間的烏克蘭這一邊 所以你看 戰爭在美國 還有歐洲 開綠燈之下 你看目前的戰事 烏克蘭慢慢慢慢 取得一點可以回擊的這個局面 怎麼就在這個星期之內 發生了這麼驚天動地的扭轉 如果普丁他願意說 心裡一定有這個潛台詞 不怕省一般的對手 怕豬一般的隊友 對沒錯 我們就講實際上真的是 俄羅斯最怕豬隊友 為什麼呢你看 這是俄羅斯的記者 他原本要宣揚國威 他說什麼你看 我們在俄烏這個前線戰場上面來說 你看我們有這個增援部隊 然後你看後面 你看他展示說有坦克車 然後透過這個火車來運輸 我們大俄羅斯 我們往前線我一定沒有問題的 可是俄羅斯你知道嗎 他就因為 你看美國也在看你的報導 好 你有這個 好 OK 我就知道你在部隊在哪裡 就沒想到沒多久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 這個部隊就被團滅了 就是說你要遲遠 好嗎 你要遲遠 我都知道你在哪裡 我就把你幹掉 一個小時而已喔 所以你知道 哇 好快 你揭露你本身的這個目標之後 人家當然就毫不客氣 就把你打掉 這就是俄羅斯 好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不只前線告急 還有豬隊友在那邊扯後腿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哲倫斯基的判斷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這一次的時候 要發動所謂突擊庫斯科這個作戰呢 簡單來說 因為他現在有這個時間的壓力 我不知道其實美國總統大選呢 在今年的這個結束之後呢 現在有可能川普會上任啊 那川普上任他說什麼 他說我上任之後 我24小時就要趕快讓這個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來說當然就要談判 談判來說的話 當然就是各自有多少籌碼嘛 那有多少籌碼說 現在摺羅斯基就想辦法 要在假設是川普上任之前 我要拿到越多的籌碼 佔領越多的土地 讓你這個普丁坐下來談 這或許是他的盤算 所以來說嘛 目前為止來說 中東局勢其實跟烏克蘭局勢 兩個是牽連在一起的 兩個是牽預法而動全身的一個局面 等一下回來 台電7月終於賺錢了 那9月還漲電價嗎 你看到了中東戰火埋下了變數 台電7月終於賺錢了轉虧為盈 那大家趕緊問這9月還要漲電價嗎 才說國際燃料價格回跌開始賺錢 結果你剛剛也看到了 中東開戰接下來72小時是關鍵 燃料如果又漲回去的話 那9月電價漲定了嗎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電價還是柯文哲的帳本 這都是數學 那這個數學問題 你就真的要從數據裡頭去找到他的瑕疵在哪裡 他到底是瑕疵還是刻意做帳 來看台電這本帳 台電的董事長曾文生告訴大家說 好消息好消息 我們7月份要這個稅錢盈餘要出現了 我們不再虧錢了 但是我們1月到6月總共虧了600多億 我1月到6月虧了600多億 我告訴你我經營困難 但是我自從4月漲了電價11%之後 我7月轉虧為盈了 那我4月份漲的那11%電價 我台電的收入會增加多少 他告訴你說增加600億 我增加電價漲價的幅度600億 結果我totally7月我才能只賺100億 那你還有500億你給我花到哪裡去了 這也是數學問題 所以你告訴大家說好消息 是7月份這一整個月份 然後告訴大家也許明年開始 我可以把前面的這個虧損的500億 再補回來 當然你每個月給我們漲11%電價 你多收了600億 我數學算一算也知道 明年你會因為漲價就補回來了 另外的讓大家心裡更擔憂的是 你為什麼可以轉虧為盈 因為國際的價格在往下修 就現在居然中東72小時要開戰了 這下不就用烏雲照頂了嗎 所以我們從剛剛講到現在 不管是所謂的漲電價 或者是國際天然氣的價格下降 有哪一項是台電奮發突強 自立自強 所造成的轉虧為盈 要不就是從民眾的身上拔毛 不然你就是在那裡祈禱拜拜說 全世界不要發生戰爭 大家都在挫著蛋 8月15號 這是最新的情資 8月15號 伊朗可能要大規模的攻擊以色列 那時候油價會怎麼漲 你看今天最新的紐約原油報價 持續走高已經是近期最高了 其實7.2塊 那當然呢 這一個歐洲西歐布蘭特油價 也是持續的在走上 因為俄烏戰爭的 烏克蘭最近的大反攻 那也處理了俄境內的 一個天然氣的中轉戰 所以天然氣顯然在歐洲的部分 也已經開始飆高了 那你現在立法院預算中心告訴大家 一個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他說呢 我們明年的能源結構 在核三廠確定要停役之後啊 我們的80%都是火力發電 都是這一個天然氣發電跟煤炭發電 天然氣發電跟煤炭發電的這個連結 就是原油嘛 你油價漲天然氣就會跟著漲 所以當我們確立明年的火力發電 要飆升到80%的時候啊 我們的因果連結就更強了 好秀琳帶我們來分析台電的價格 9月漲或不漲 大家很怕很關心 另外一個大家聽不懂猜不透的是 就在週休二日這段時間 台電示範一個訊息 未來你要在桃園以北設立 最耗電的吃電怪獸AI的數據中心 我通通不准 我也不會供電 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導引這一些高科技業 到願意設立電廠的中南部的縣市 你在佔南北嗎 佔南北能多發一度電嗎 這個講的是非常的好笑 他是說呢 是因為某些縣市不給蓋電廠 他特別說呢 你不給蓋電廠 你就不應該有半導體 不應該有AI 這就是在情緒勒索 那有人就說這個就是在 用政治鬥爭的方式 處理能源政策的失當 你就說有些縣市 如果願意給我們蓋電廠的話 比如他講是四階嘛 如果基隆願意把四階 趕快蓋起來的話呢 我們就有天然氣了 我們有天然氣 就不會大家擔心說 AI大幅度的發展設廠之後 沒有電可用了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你看這個圖呢 上面這個是供電 這個是用電 你看在北部呢 是供的少用的多 再來這是中台灣 供的多用的少 也就是說 它有將近263億度要供到北部來 台南也是一樣 換句話說 為什麼我中南部要發那麼多電 供給你們北部人用 你們想要用電 四階趕快給我接 其實這是一個製造這個中部 南部北部互相對立的一個政治訴求 還是回到 這個就是用政治鬥爭的手法 去掩飾能源政策的適當 全台灣的電網是一套電網 不然為什麼花蓮發生地震 有一些地方要斷電 那應該就是花蓮沒有電而已啊 如果是電網的問題的話 為什麼這一個中部 南投的一個電塔倒了 全台灣會跳電 那理論上應該是中部跳電而已 為什麼是全台灣電網 電網就是全台灣的電網 至於發電廠位在哪一個位置 那只是發電的所在地而已 所以所謂的北部 如果沒有自己發電 沒有AI 這個就沒有AI的科技產業 這種說法 是在愚民 是在欺騙民眾 而且是在要挾這些外資 到台灣來投資 我到南外投資 我已經有地緣政治很高度的風險 我現在還要承受你內部政治惡鬥的風險 而且我要是這些科技大廠的話 我敢來投資嗎 好秀琳你剛剛講到電網 電網其實我最想問的是 政府常告訴我們就是因為 我們不缺電 我們的問題在於電網不夠強韌 所以我們這裡沒電 我們這裡沒電 我就退一萬步 我就信你了 我就聽你了 我們來檢查看看 你電網到底花了多少人力物力 你也去對比隔壁的日本韓國 我們為什麼就比別人這麼不穩定 因為台灣的電纜 其實你要跟其他國家相比 你看看數據上面 日本只有6%是地下化 韓國是20.5% 台灣已經把電纜地下化的程度 已經做到45.7%了 至少在這一塊 在亞洲來講是資優升了 但是你曾幾何時聽到日本民眾在抱怨 我們三天兩頭就停電很熱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說 日本的小動物們都比較守規矩嗎 就跟日本人一樣比較循規道矩 不會隨隨便便去破壞電網嗎 所以還是回到台灣是不是因為缺電 為了要這一個調度的問題 造成了一些電力設備過度的損耗 這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好 旺哲 所以追根究底 是不是我們的能源政策 出了一個根本上的一個大麻煩 這個麻煩就是這個能源政策 只對黨有力對人民那不直接相關 黨有力最重要的 是 我們知道錯誤的政策 其實比貪污還要更可怕 我們知道日本它的核能政策 佔了20% 那美國現在也不斷在蓋核電 可是你看台灣現在要消滅核電 這個怎麼看到目前的世界趨勢來看 通通都不合理嗎 難道我們台灣是最勇敢的國家嗎 我們不需要核電 我們可以靠其他的能源來做生存嗎 所以前面政策長李鴻燕他就說 現在整個能源政策都是很有問題 他犧牲了很多全民的利益 那只為誰名義 為了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民進黨有一掛人是非常支持綠電的 難道是為了要犧牲核電來掩蓋綠電嗎 所以現在大家談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在這個能源議題 尤其在賴總統上任之後 不斷被放大檢視 因為賴政府也不斷拋出個訊息說 這核電怎麼樣 好像私有落伍的說 有可能要重啟核電 或是沿用下去 所以現在很多民眾 尤其在民調上顯示 都認為說 台灣沒有核電 基本上就是缺電的一個情況 甚至認為說 現在跳電頻繁 有時候從這個板橋 桃園 甚至台南南投 頻頻發展跳電 已經有百分之八成四的民眾 是認為台灣已經缺電了 這個民調是 遠見雜誌所公布的民調 如果連遠見雜誌都公布民調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連多數的民眾 都認為台灣現在面臨到 非常嚴苛的能源問題 甚至還有九成的民眾擔心說 接下來核三場二號機 在明年五月退場之後 會不會面臨到缺電問題 有九成的民眾是非常擔心 他們認為的確有可能發生 再來六成四的民眾也認為 我們的政府應該著重在核能的發展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像核能有新的技術 你總不能說 抱著過去的技術 那新的技術不用 這個也說不過去 所以這個六成四的民眾 其實當初還包括說 裡面有八成六的是 希望能夠重啟核四 那八成二的是贊成核二核三 直接研議就好 這個是成本最低的 那我問你 就是說每一個圈起來的秉圖 統計都在這個地方 這清清楚楚 這是數字 這是民怨之所在 政府你不解燃眉之急嗎 是啊我們知道 現在卡在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還有反核人士嗎 因為上個禮拜大家知道 這個我們開了這個 氣候變遷委員會 當中呢 國策顧問的施信明 他就是反核的大佬 他當中怎麼講 他說啊 如果要發展回頭路走核電的話 那反而不利於 綠電發展的力道 這句話是不是跟李鴻元的話 是有點對打到了 那李鴻元說 你為了 為了要發展綠電 所以你不要核電 那這樣利益 跟這個施信明所講的說 是不是有點不謀何的感覺 所以大家就想問說 現在你這樣的政策 到底在民進黨內 到底主張還有多少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 我就問啊 你不要核電 你到底要什麼 你只能火力全開 所以丟出這張圖 告訴你 安啊 用電無餘 說服得要我嗎 我們看到台電 在公佈這個電力報告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 如果當我沒有核電之後呢 那自從116年之後 坦白講 基本上都是用火力來發電 火力全開啊 我們像特別框起來的紅色數字 大家有看到 它寫的是寫 新增燃氣發電 電源 但是大家仔細看 完全沒有地點 完全沒有電廠名稱 這代表什麼意思 一切都是未知數啊 那為什麼這麼密而不宣呢 這個當然牽涉到非常多的關係 所以重要就是環評的問題 剛剛提到 北部的世界因為環評 現在還卡在那邊 但是其實中南部也是一樣啊 中南部有很多隱藏的電廠 現在也卡在環評 當地的民眾也是極為反彈 尤其在台南地區來看 台南這個保裝電力的 台南的天然氣的座談會 其實當下非常多的民眾在抗議 他除了擔心 會造成環境的污染之外 各位觀眾 如果你家旁邊就是所謂的 電廠後面想當地的房價 當然也會嘛 所以很多民眾都抗議啊 如果連台南民眾都抗議的話 那回到剛剛的數字 你那數字要怎麼來 你根本來不了 你可能就直接被人家吐下去了 所以嘛 鄉親就是鄉親 擔憂都在 哪有說北台灣的人比較刁蠻 所以你們在擋四街 南台灣的人 他就要順從吸廢氣嗎 沒有 你消息一出來 鄉親他們就擔心了 鄉親非常擔心 而且除了這個環境的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知道 核三廠的一號機退役之後 我們也希望說 其他火力發電能夠來支援 支援核三廠 但現在包括台南的森霸電廠 二旗的這個豐德三號機 原本是要扮演救援投手的角色 結果呢 商轉受阻啊 包括他的回饋電廠 通通都受到阻礙 所以你看 接下來我們的火力發電 到底能不能銜接到核電 這是個非常大的問號 今天最發燒 最燥灰搭的人 就是柯文哲 他依然領導的民眾黨 獻出了政治獻金做假帳 疑似中保私囊的爭議 今天下午 你看到開記者會了 為什麼這場記者會 備受矚目 因為爭議金額高達將近2000萬 結果 你看到上上下下拍板定調 是會計師跟財務長的低級失誤 沒有半個人A錢 我想告訴我們 話都他們在說 真相水落石出了嗎 剪掉 會不會動起來 就像各位觀眾朋友 這件事情 阿伯真的出事了 出大事 早上記者去賭 因為從他家門口賭 他講說 笑兩點記者會 他還生氣 再這樣我要發脾氣 他在講什麼 我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不要再問我了 兩點我就要講了 你賭住我不讓我走 我會發脾氣 脾氣不用發 跟社會說明就好 阿伯出事了 現在他承認犯了低級錯誤 什麼錯誤 事前講的 你要 我錢沒有收到啊 死了 我根本沒有這個業務啊 這邊有500 那邊有416 加起來有900多萬 另外還有單據 非常非常酷酷的 今天承認 2000萬元左右的單據 根本都亂報福報 都是會計師的錯 那你憑什麼要我推 那就等於是做假帳 把我拖下去墊背啊 觀眾朋友 因為在這個總統競選期間 柯文哲競選總部 他有跟木可公司合作 那是一個 另外他辦活動 有跟石樂跟尼耀兩個公司合作 但是單據現在對不起來 那經過了兩天的清查之後 今天的記者會 大家看那個畫面 導播放假畫面 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跟大家講單據清查的結果是什麼 他們所這一個合作的會計師 自己在沒有告知總部的情況之下 他扶報亂報虛報 這是會計師要負的責任 所以這這樣的狀況之下 等於就是 我們查清楚了 都是會計師的錯 我們這些單據都有在手上 我們有18萬筆的小額捐款 我們有收入 我們辦活動 我們支出了 單據都有 怎麼知道的 會計師給我亂報 但其實基本上 觀眾朋友 今天的這個事件這麼大 我要用三句話 來跟俊江哥還有觀眾朋友報告 目前為止看起來 第一個問題叫做公私不分 第二個叫做帳目不清 第三個叫做真相不明 這是重點 最後這句話才是重點 開完記者會 真相不明 第一個照顧不清的部分 觀眾朋友 因為他就是跟大家講 為什麼照顧會不清 就是因為會計師他亂報 他根本不可以這樣報 明明很多單據拿來了以後 報吃就要填 他沒填 等到最後要報件差異之後 自己亂報了 所以時任沒有拿500萬 會計師就給他報了說 我們付了500萬的錢給他 我是聽完以後是一頭霧水 就會計師 身為中華民國 直接會計師 其實我是沒聽過這樣做的 但今天端午證會計師 並沒有在這個結尾現場 大家看到畫面 一波點很低 這是單方的說法 我們在錄影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等一下 會不會出來跟大家做說明 會計師這樣做 基本上我初前的了解 他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基本上他至少要停業兩年 他以後不能當會計師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 帳目不清的部分 現在推給會計師 我會說對不起 不要講推給會計師 帳目不清的部分 他現在就是告訴大家 是會計師的錯 但是公司不明也是會計師的錯嗎 當然不是 你今天開一個競選總部 我要跟這個合作公司 我要跟這個媒體 我要跟這個活動 辦活動的場地 你每一個合作公司 怎麼看來看去 我剛剛講的 怎麼都公司不分呢 柯文哲競選總部 他找的財務長 是他的高中同學 叫李文中 總部裡面的人 找鄉親的人 這沒毛病 對不對 對 因為你是最熊其的人 但是你要合作木可公司 對不對 那木可公司董事長 怎麼就是李文中的妹妹 你對不對 這個就瓜田裡 嚇了 所以說公司不分在這裡 你今天 我今天要去跟誰合作 我合作的對象 應該就是我合作的對象 因為我合作也是我自己人 但問題來了 觀眾朋友 李文中的妹妹又怎麼了嗎 他不能剛好開個公司 回來合作嗎 這沒問題 可是俊項哥 你要知道喔 現在我所講的公司不分 他有好幾個層次了 你去跟他合作就算了 但李文娟 他真的只是木可公司的負責人嗎 根據之前在 柯文哲居然總部裡面的人 我們有一縮音 中華民國無罪貼定 這個裡面的員工講說 等一下我把我們總統大選期間的 LINE對話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他說我們去辦活動 都是文娟姐在問喔 6000人會不會太少 有沒有看到 文娟姐在問喔 總部裡面的人下南部辦活動 裡面包含錢包含帶的物品 都是李文娟在控耶 不會 我這邊有多少一份應該可以 他說好那我放你桌上 這邊有沒有 主任我跟你請示喔 我們現在在外面喔 會有行程 要花什麼錢怎麼樣喔 李文娟要簽名才可以報支 等等等等 他不是木可負責人 他不就是大包商而已嗎 怎麼搞得一副像是大帳房呢 所以我就跟你講啊 這個叫公司不分啊 不是搞得像大帳房 根據總部裡面的員工的說法 他就是大帳房 他就是俊全總部裡面的財務長 然後他又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還沒完呢 俊全哥 這個柯文哲還有一個叫做 眾望基金會 因為他也成立基金會對不對 對 眾望基金會裡面的所有包商 要誰來審核 也是李文娟 那他就是實質的大帳房啦 那就是三位一體嘛 基金會也是他管 木可公司也是他管 總部也是他管 總部也是他管 所以所有錢都是他管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喔 後續要再來清查 可是 就落實了剛才我所講 第一個公司不分 那我也要有一說一 今天李文綜也被問到這一題 到底你們柯文哲總部是 李文綜館還是李文綜館 李文綜今天講說 所有的這些單據 都是我負責 那李文綜呢 李文綜只是來幫忙 所以簡單講 李文綜有插走柯文哲的 這個總部的這個財務 看來應該是事實 第二個 他的太太不是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智瑶資訊公司 要賣咖啡嗎 對 用這個柯富瑶 這個也是一樣 總部所租的 我上次跟大家講的 就不贅述了 這也叫公司不分 第三個已經發了公開聲明說 我不給我爸爸 而且你每個報幕項目 都不對的石樂公司 對 他的董事長是誰 他是這個 你要跟石樂的負責人 叫做戴麗玲 對 那戴麗玲又跟黃珊是一個好朋友 是姊妹濤是閨蜜 所以呢 觀眾朋友 不管是那個陳佩琪成立公司 不管是跟目可合作 又或者是跟石樂 你要合作 怎麼弄來弄去 都是你們自己人 這個第一部分叫做公司不分 對呀 你看看 大包中包小包 包到後來居然 等個包的會是黃珊珊的閨蜜 這不是公司不分 大家的質疑就在這裡 還沒完 今天還有一間公司叫做 石堅 這個石堅公司 起人一逗的是前前後後 短短三個月 從 近半這一邊拿到了 差不多快要一千萬 對九百萬 對 這一間公司做什麼 電話也打去 嚇到人家的下巴了 好觀眾朋友 這一家公司叫石堅 所以石堅真的很重要 石堅是一個重點 但問題是他不可以接柯文哲 競選總部選舉期間的這些相關業務嗎 可以 可以 但問題是你接業務就接業務對不對 對 他本來叫軍語 為什麼你要接之前就把名字給改了 對不對 算命老師說的吧 對 算命老師說的 就對了 第二個 你石堅公司它原本是叫這個名字 是 那你現在打電話去呢 居然是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你就有電話嘛 記者打過去了以後 它是會計師事務所 所以為什麼一家公司 在要接柯文哲總部的案之前改名字 為什麼 看起來它並不是 因為我剛剛講 前面不是在講一家石樂一家尼奧嗎 對 這都是在業界辦大型活動 總統你看 像黃珊珊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在台北市政府前辦的活動 就是尼奧跟石樂辦的 對不對 就石樂辦的嘛 所以他就說那是有經驗的 可是時間並沒有 那今天呢 網紅視察網去爬出說 等一下 時間的那個臉書上面 只有追蹤跟一個好朋友 就是陳志翰 陳志翰有講說 我不是負責接下的人 只是因為我管柯文哲的帳號 對 所以到時候柯文哲的帳號 不是要轉出去要直播嗎 沒錯 所以他們也要能夠 這是現在目前的說法 我剛剛跟大家還有 俊翰哥報告的是什麼 三個問題 第一個公私不分 第二個叫做帳戶不清 還有第三個叫真相不明 黃偉漢你好囉 都已經開記者會了 你還真相不明 觀眾朋友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有一說一 今天柯文哲 今天總部所說明的 會計師 他自己漏報虛報 這個話我要明確的跟觀眾朋友講 不是我們的錯 是會計師錯了 然後李文中也沒有查核 所以犯了低級錯誤 但是我為什麼還講真相不明呢 因為你要知道 今天早上台北地政署 已經針對這個案子 進行分案調查 為什麼速度這麼快 因為你已經看到了兩家公司 你要說我沒收到錢 我應該收到錢 沒收到錢你報了 主動偵犯了 還有偽造文書 還有總統大選的政治獻金法 還有背信 所以台北地政署 他已經分案調查 然後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跑去告發 那現在目前 這整個案子 後續還要再查 三大問題 公私不分 帳目不清 真相不明 最怕豬一樣的隊友 現在柯文哲陷入了 坐腳上 中保私囊的風暴 但是有人在吵揮搭 後面誰在拼命到處點火 欸 頭號的豬隊友 就是他老婆啊 鍾小平哥雖然說 大意在講說豬隊友 但我訪問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柯文哲受益 如果沒有柯文哲指使的話 請問一下陳佩琴 會突如其來自己當自走炮嗎 請問一下柯媽媽 會突如其來說 啊 文章很高的 都學校第一名啦 啊 老青田總統 絕對沒有堅固了 會突然跑出來講這些話嗎 我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會不會是微微就躁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 現在柯文哲 真的是我們講的 會小狗聊 問題大堆 包括我們跟木可公司 剛剛有聊到 包括我們講的 到底人頭公司也有聊到 甚至是政治現金不清不白 甚至是什麼 有做假帳開假發票的疑慮 但你不要忘了喔 真正他的本命區是什麼 三大案 這三大案根本就還沒完嘛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今天約了彭正生 約談 原本各位 約談為什麼要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我直接給各位幾個線索 第一他的身份是什麼 絕對是被告 他絕對是以被告身份出席嘛 被約談不是證人喔 再第二件事情 如果說是被告的話 只有一種條件 可以連交保都不用交保 因為應該叫做無保行為 不是 他是限制出境出海 代表什麼 嫌疑重大 第二件事情 非常配合 對嘛這也是道理很簡單嘛 所以彭正生如果如實交代 比如說包括我們講的 他先前講過的喔 行政財糧權 是在柯文哲手上 包括呢 丟到都發局的 要求都審會 都委會 進行審查的 也是柯文哲 他只要把這一切的巨細迷過程 通通交代清楚 簡報如果說 那你交代講清楚 我都問到了 那請回吧 那當然是這樣子嘛 再來就換柯文哲 你再說清楚了 所以當柯文哲看到彭正生出來的時候 他才要我們講膽戰心驚嘛 事情大條 是 代表該講的都講了 該放的都放了 而下一個 會約談的是誰 絕對是柯文哲 所以講回來 你說陳佩琪在那邊 好事情不做 到處點火 人家是唯位就造啊 當然我問一下 各位 當我們現在大家一直罵陳佩琪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今天說要開咖啡廳 你相信嗎 觀眾朋友 俊向哥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只是為了開咖啡廳 再第二件事情 用他兒子這個名義 我們講的 柯副堯去做人頭 去開公司 請問一下 柯文哲不知情嗎 怎麼可能 在第三件事情 如果說柯文哲不知情 那怎麼可能社債 我再強調喔 不是黨部喔 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就是現在風暴的核心 大家懷疑 你是白手套的 那個木可公司 對 我覺得怪怪的事 李文娟到底跟柯文哲什麼關係 為什麼陳佩琪他開的人頭公司 竟然是社債 不要再講給我講黨部了 陳佩琪都在聊爆了 是設在我們講哪裡 木可公司喔 不是黨部喔 陳佩琪亂講喔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跟各位講 絕對是柯文哲指使的 柯文哲絕對有參與 甚至陳佩琪只是出來 當那個倒霉的 我們講的劍靶而已 就像柯文媽媽為什麼 今天突如其來 我會給各位一個概念 每次柯文哲 柯文哲遇到事情 比如說六點聲明 想要反鬼對不對 或者什麼事情 他沒辦法出來 都推給女人喔 對這時候母姐會就會上場 罵罵我出來說 我們家很乖啦 沒有啦 陳佩琪會出來罵人 這次是出來道歉 然後過去還有一個人 叫黃珊珊 這次黃珊珊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黃珊珊恐怕 就是木可公司 到我們講你要 到柯文哲 你要死了 這我們講 這個金句裡面 全部搞不好是有 黃珊珊所發動 是怎麼你會死去店會 別的話你就少講 你居然講說 我有犯意 我沒犯行 你害了啦 你 不是啦 柯文哲全家都是法盲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是法盲 還是財迷心教 就會講出這種 完全沒有任何法律常識的話 反正你講白了啦 他就是叫他兒子當人頭 他兒子也出錢了啦 最後才撤銷嘛 就這麼簡單嗎 但我覺得怪是怪在哪裡 你知道嗎 過去呢也有一個 我們講的一路相隨 一路相伴的人 叫做館長 館長是挺到底耶 但現在哪有說館長是不是跳喘了 館長怎麼會罵佩琪 館長難不倒不挺了嗎 不是 各位 你誤會了 俊翰哥請問一下館長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他不是政治人物喔 他也不是媒體人喔 你知道他什麼人嗎 生意人 他是生意人嘛 我來我列舉幾個大家就懂了 館長挺過誰 挺過蔡英文 挺過侯友宜 挺過韓國瑜 也挺過柯文哲 他誰都挺嘛 哪裡有錢賺 還能往哪裡挺嘛 但這個時候 他出來罵陳佩琪喔 講一大堆 我跟你講這只有一個理由 他在嗜水溫 什麼意思 我一艘船我要跳 我不能直接跳 我不知道接下來溫度什麼 我腳先伸出去 試一下 熱的冷的 冰的等到溫度對了 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館長最後絕對會大罵柯文哲 好 整個事情揮手勾了 有一個人 一個人我們想知道 今天記者會他也坐在上面 黃珊珊 這一頁他翻得了嗎 我跟你講黃珊珊喔 你說翻不得了 我列舉幾件事情 各位都懂了 現在我們剛才是不是聊到說 爆出來的有兩家 一家叫尼奧 現在又多亂一下時間 對不對 尼奧跟尼奧同樣都是戴麗玲 也是黃珊珊好姐妹開的 那我訪問一個最簡單最簡單 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說柯文哲今天要用假發票 做假帳 那請問一下 他會不會跟尼奧12打真招呼 如果沒打招呼的話 那是跟天借膽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哪知道你會不會查帳 配合一下啊 對不對 因為那個國稅局如果查到的話 他額外要繳非常多的稅喔 沒錯 所以到底有沒有怕解救火鬼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如果有打招呼的狀況像 黃珊珊當然在裡面會有角色 可是這個時間點 趕出來砍 趕出來喊 趕出來去返水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第一個 絕對沒有發票 再第二個 找不到證據 我訪問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都不容了金額 包括尼奧 包括石樂 請問一下這個金額 我們加總起來應該也有幾百萬吧 應該有上千萬吧 那提領的方式會是什麼 如果是現金 那就成為斷點 也成為黃珊珊 為什麼趕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反水的關鍵 雨薛你怎麼來看今天下午的這一場 澄清說明記者會 今天就是承認瑕疵 但是沒有任何不法行為 而且評射斷點 你怎麼看 記者會解釋說 啊對 我們確實是有這個 誤報 虛報 漏報 他說有漏報 他說有漏報跟報錯 他就講這兩種嘛 但今天我坦白講 他就是拿了什麼 兩千萬的其他的單據 而且我一筆 我一筆看過了 有些根本不是發票 有些是我們講的 給貨的錢 就體理的錢 那不是正式的發票 他說我們這些沒報到 但事實上是在幹嘛 填帳嘛 因為理由很簡單 就算你講了這麼多 我還是幾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 你要跟十二的錢 現金或者是說轉帳 你錢到底去哪裡 不知道 以及我們剛才講的 福報的 像十仙這間公司 現在連找都找不到人 一家虛社 臉書粉絲團 只有一百個站不到的公司 你為什麼給他一千萬的標案 那人現在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 這些金流 到底出現哪裡 檢調當然會繼續查下去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好 他說這兩筆 我都有一對一銷 但事實上 檢調會查什麼 他會去查內部細部的 如果查內部細部的 發現了一件事情 提提出來的金額 跟我們講 你報的假發票是一致 而不是你陳志涵 所說的那一筆一筆的細項 我跟你講 這個涉及到什麼 背信 詐欺 偽造文書 甚至我們講的 傷塊法 甚至我們講的 稅圈計算法 你柯文哲一條都跑不掉 好仁俊我們今天下午看到了這一場 民眾黨柯文哲召開的記者會 你就看到了 認瑕疵 不認貪腐 棄取保帥 保護柯核心 我就問 檢調搜索行動 會放過他們嗎 其實如果按照柯文哲 在過去一直強調 就是說如實依法的話 事實上這個紛爭不會出現 柯辦在今天也承認就是說 他們事實上有非常多的 這所謂的漏報 查到目前為止 有所謂的15筆漏報 再加上兩筆的這個誤報 也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競選申報期間之前 事實上都沒有完成這種申報 所以他們 這個發包出去的會計師 居然採用了一個便宜行事的做法 將這些所謂的金額 灌到其他的公司裡面去 謊報說是由這些公司 收取了這樣的一個金額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外界其實會很好奇的是 如果除了這一些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金額 也用這個方式去流出 因為他現在清查的是 所謂的大筆的款項 那小筆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這個狀況來出現 我覺得這個也是外界 非常好奇跟質疑的 好 仁俊 我就問 小草們的一分一毫 我知道 哪裡給民眾黨 哪裡給阿伯 結果今天你多傷他們心 居然扯出了 這樣的一個款項 可能疑似做假帳 或者有中保私囊 甚至是貪污的情勢 我就問 核心中的核心是誰 是內對理事的兄妹黨 為什麼 他們這個哥哥 是柯文哲 足中的要好信任的同學 結果兄妹兩個人 進到了進半核心 現在被懷疑 是中保私囊的白手套 會是今天記者會一句話說 沒有一分錢進到私人口袋 翻得了業嗎 其實與其說 今天的這個所謂的說明記者會 是要對這個社會大眾來說明 這個經費的運用 但你如果看柯文哲 整體的發言來看 他反而是在鞏固 他的小草的向心力 所以他後面的時候 又強調說他們會繼續努力 不會被這些打敗或什麼的 但我們今天就回來看 事實上李文中跟李文娟 在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是引發爭議的一個部分 尤其在今天的記者社會上面 還是由柯進辦這邊 代為宣布木可公司說 要這個所謂的暫時停止這個運作 還要做會清算的這個聲明 當然會外界覺得很奇怪 我問你 最奇怪的就是 怎麼會是進辦幫你決定說 我們要解散了 我們要清算了 這是一個怎麼樣 斷尾求生 射斷點嗎 這個外界當然會質疑 而且他現在講說 他們所有木可公司 在清算完了之後的 這個引與全數會捐出去 但問題是 你的清算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包含 你在這一段時間的運作 這些相關的費用 那你要扣除的金額到底 有多少 老實講也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這就是你自己 內部清算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對外界來講 柯文哲的錢 是不是真的做到公開透明 光你一個由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的 這個主管的妹妹 到旁邊去開一個公司 而大筆的金錢 都往這個地方去做為流動 甚至有說不清楚的 所謂的授權金的 這樣一個爭議的時候 當然會讓外界覺得 整個物理看花 甚至會懷疑 到底這些所謂的金錢 是否完全真正透明 所以我就問 整個事情燒到今天 已經頭膜在燒的情況之下 到底是柯文哲壞 還是柯文哲笨 你怎麼看整個事件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對柯文哲主席的了解是這樣 他不喜歡聽好聽話 他是一個忠言逆耳的人 所以你要說他笨也可以 因為黃珊珊只要講了好聽話 他可能就會說 好 而且再加上 其實黃珊珊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人 雖然他對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 可是其實今天講真的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我管你是誰 所以他到底 他無辜嗎 還是你覺得今天記者會玩看完 你還是覺得他一點都不無辜 他一點都不無辜啊 他今天記者會不是就是用了慣用的手法嗎 反正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不會是我柯文哲的錯 我今天就是因為找了不對個會計師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小草你們還是要繼續追隨我啊 對 其實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惡 因為你知道嗎 民眾黨的支持者跟捐款者講真的 都是血汗錢 但是他今天錢這樣子在亂花 他對得起這些支持者 對得起這些捐助他的小草嗎 他絕對對不起 但是他出事了 他把錯先推給別人之後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再來呼喊小草說 拜託你們不要離開 要繼續追隨我 這根本就是一個非常無恥的人啊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人出來 選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此生你是第一個跳出來 要求黃珊珊面對問題 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人 他就你的理解 在政治總部的權力有多大 管人 管事 管錢 在這個時間點 他可以撇得乾乾淨淨嗎 其實我覺得黃珊珊 他本來就是應該要在事發的第一時間 就應該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他當初事發的時候 他只輕描但寫的講一句 的確有賬物的瑕疵 他是競選總幹事耶 他就是主將下面的那一個人 拜託他當初在競選辦公室 管了多少東西 從演唱會 從造勢網會 從募款小物 大大小小到主席行程 通通都要跟總幹事揮報的人 那我今天其實剛剛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秀很多單據嗎 很多考核 簽核 都有黃珊珊的簽名 那你為什麼真正在報這個東西的時候 報出去之前 你黃珊珊你沒看到嗎 你黃珊珊沒有看到這福報的960幾萬嗎 那你到底是怎麼去選舉 他選過議員選過立委 選過台北市長 他沒有處理過政治獻金嗎 政治獻金最後啊 像我們那時候選議員最後的時候 這幾個吃張是要蓋下去的 你黃珊珊處理過這麼多次 你幫柯文哲看 你沒有看到嗎 你都不用負責嗎 你一把抓的人耶 拜託他當初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死都不願意進入民眾黨 但是把資源吃乾媽淨 到選總統的時候 不分區立委 把自己排在第一名 球員兼裁判 好處哪了 現在出事的時候 又趕快要切割嗎 但是他今天記者會 黃珊珊講那些話 他有回應到大家想要個問題嗎 今天大家都在問 哇7月份台電好不容易轉虧為營 那9月可以不漲電價了嗎 但是我們更要問的是 如果漲電價可以解決用電發荒的問題 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台電為什麼不准桃園以北 去設立大型數據中心 你來我也不供電 經濟部他說真話了 因為北部電廠跟電網不夠 然後大白話一句我就告訴你 電不夠 我還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電不夠這件事情 你要開放去佔南北 佔南北就能多發一度電嗎 好 這話題不是在港講過嗎 是 你不是3月底 4月就跟大家講說 今年就漲價一次嗎 對不起 一朝天使 一朝城 他還有的 不能叫我尊神 現在郭志偉跳出來 來觀眾朋友 今年的3月底 4月的時候有決定 我們的第一波的電價 因為每年3月跟9月會決定 4月跟10月的電價是不是會調漲 調降也有可能 叫電價審議會 這個是我們法定的 對 那3月的時候已經調了 調完以後 行政員也說要補1000億給台電 是 所以那時候你回去調我們的報新聞 你說今年應該不會再漲 對 就說回來 9月就錯了 大家都開心 現在不是10月會不會再漲 觀眾朋友 是我們的經濟部長郭志偉說 他建議10月要漲 本上丁丁 不是說9月開審議會 他是直接告訴你 他認為應該漲 理由很簡單 台電現在虧錢 台灣現在 電應該要更貴 大家才會好好用 不過觀眾朋友 他是講 他是建議民生用電不要漲 是產業用電 來觀眾朋友 現在看我們節目的角度 民生用電不用 太好了 我去吃泡麵了 溫子處理 博助行李 但等一下 還不知道啊 9月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郭志偉部長兩個重點 他認為不應該補助太多 所以行政員的補助那1000億 後續怎麼樣 我們再看 他認為台電應該賺錢 所以應該調漲電價 第三個 當他談到的是 產業用電要漲的時候 軍曉哥你知道嗎 產業用電 就是半導體 就是製造業 就是我們的工業用電啊 那他要漲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認為我們現在 應該讓電 朝向一個更符合價格 比如說法國 一度電8塊錢 我們一度電3塊多 所以要漲 觀眾朋友注意了 經濟部長都已經告訴你 他建議要漲 今年10月漲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讓我想到四個字 就是以價質量 今天如果漲電價 可以解決用電焦慮的話 那也變半了 你就漲吧 問題是 這一下電不夠 居然是從經濟部嘴巴 吐出來的 現在是這樣 電不夠 北部不夠 南部夠 就變成是這樣了 什麼意思 這功夫勤湊 因為我們現在南部 特別是風力發電跟光電 過去這幾年 它大量的在台南很多的光電板 台北有那麼多嗎 沒有 所以台南有光電板之後 可是觀眾朋友 我要把那個名字拉出來 它是整體電量夠 可是工業用電要基載電力 風力跟太陽能板也不行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要跟大家講說 南部因為用電夠 所以南部的電 就放在南部用 那南電或中電 北送的狀況 現在看起來 它沒有要繼續往上走了 觀眾朋友 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現在跟大家講 經濟部現在目前看起來 還有台電 台電董事長曾文生說 因為中電北送有瓶頸 你再怎麼送 我原水救不了進火 所以呢 未來在桃園以北 申請500萬瓦以上的 用電資料中心 已經決定了 今天都是板上釘釘 很糟糕 這名說建議漲電 這名說桃園以北 不給大量用電 一個玩意 那我怎麼辦 如果我北部要申請 對不對 我要科學園區在桃園以北的 那我怎麼辦呢 對不起沒有了 那沒有了 羅志強就生氣了 你騙人 什麼叫做不缺電 明明就是分電 供電分南北 你南電中電不能北送 所以台北這樣大型的企業 就沒辦法辦 觀眾朋友 這立刻發生這個問題 當這個台電董事長 曾文生一樣講以後 就像個未來的資料中心 AI中心 它可能在桃園以北的可能性 你就看不到 往南去了 你沒電嘛 那今天南部的力 我就拍開手啊 我看到今天林大夫講說 很好啊 我們高雄對不對 我就有電所以來台南 所以來高雄 就會變成是南部反而設大廠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來 這張圖給大家說明一切 因為台灣現在目前的幾個電廠 我就講火力發電廠好了 火力發電廠 一階二階三階 三階不就大潭嗎 對不對 那四階呢 在這個 就是邪惡電廠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喔 三階跟四階它還分開 因為他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叫中部用電 這個叫南部用電 還切開這個叫做 叫北溪 就是北部以溪跟北部以東 那邪惡電廠在基隆外幕山 對北東 這個叫做北東 如果你邪惡 來觀眾朋友我簡單講 如果你沒有三號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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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所謂的接收站 三階 大潭電廠不開的話 北溪會缺電 那現在已經在做了對不對 所以往後那個地方 會有火力發電 那就把北溪的電 桃園新北給用掉了 那你基隆怎麼辦呢 基隆就要靠邪惡電廠 所以你再反 你再反的話 你以後這裡就沒電 所以你在威脅老百姓 威脅環團四街 你不要再杯葛了 如果你杯葛 那以後就沒電啊 因為北溪的電歸北溪啊 北溪北都有分開啊 這樣觀眾朋友知道嗎 所以國土規劃就是 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中電不北送 因為中電就中電 你哪裡需要用電 就哪裡用電 那觀眾朋友我再講更多一點點 其實原本你知道 俊翔哥 整個北台灣這裡 有三個核電廠 核一核二跟核四都在這裡 但核一核二退出了 核四也沒用的時候 北台灣突然就缺用電 那現在怎麼辦 就是要用天然氣發電 所以才要三接才要四接 那他現在幫你搬 我說我今天 台灣以南的 我就已經在台灣以南 不北送了 所以你北部如果要用電的話 你就只能同意 三接跟四接 繼續用火力發電 天然氣發電 不然的話 北部會缺電 你這個讓我想起了幾天前的氣候變遷 他們開會有沒有 在那邊開開開 說到底就是迴避核電的話題 就在跟你講其他的問題 可是你看 這個非常殘酷 一劃下去 自己我管你哪一塊 自己的電自己發 可是 就因為你的非核家園鐵板一塊 才導致走到這一步啊 所以俊翔哥你就知道 前幾年在講 有關於核四要不要商傳 跟大潭的那個藻礁保存案的時候 我當時就跟觀眾朋友講 他是同一個話題 如果你要大潭藻礁保存 就沒有火力發電 你同時核電就不需要有 所以當時如果你反核四 然後又要保藻礁 那基本上你就都沒有電啊 又不用天然氣 你又不用核電 就都沒有了嘛 那以現在這目前看起來 政府的計畫 他就是要用天然氣發電 因為你要知道喔 觀眾朋友 天然氣發電才是 目前政府穩定發電 跟機載電力的來源 而且他的概念就是在告訴你說 我們台灣不是要發展很多的 這些科技園區嗎 所以所有的這一些 這些科技園區他都應該要有幹線 直接的去供這個園區 那另外的幹線呢 在供民生用電 要把它分開 所以台灣各地 北科 中科 南科 竹科 他都要有能夠供的電 如果你不蓋電廠 那就沒有了 那問題是第一個 核能要退廠了對不對 第二個 你要知道天然氣發電 現在目前超過80% 第三個 俊強哥 我們所以賴的 所謂的這一個 就是太陽能板跟風力發電 再生能源 它其實並沒有達標 這是一個嚴峻的事實 來給觀眾朋友看 先講光電好了 光電就是現在目前台南最多的 你看到這一整排上來 有沒有 從民國107年到現在2023年年底 粉紅 對不起 不是粉紅色 粉綠色 淡色的這裡 這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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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實際上呢 這才是結果 所以叫做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都沒有達到他的理想 缺口都補不上去 他希望能夠發這麼多 可是缺口都是好幾千萬瓦 然後第二個 你要知道 這個叫做離岸風電 就是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也一樣 他希望能夠有的 廠商保證的有這麼多 可是可欣評估以後 你保證的太高了 但真正能發電出來只有這樣 有沒有 所以都是對 就是說不管風力發電 或太能發電 他都沒有辦法做到 他實際上的發電 然後核能又退廠了 然後現在北電 又沒有辦法 用中電去北送了 怎麼辦 就是80%以上 85% 87%的火力發電 不能再高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 當賣療的這些藍莓發電廠 賣療1號2號3號 應該要退廠的 他們退廠為什麼 因為從今年開始 到明年還有後年 台灣將是火力發電 超過80%的 事實證明一定得這麼發 因為綠能根本補不上 綠能沒有20% 這個是審計部認證的圖 我剛剛畫了我留在這兒 你可以看到 這個缺口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這樣的結果呢 你就看到現在 上上下下要討論什麼 兩個字叫做地熱 我就問台灣 到底是有多少地熱的潛能 結果你核電不去碰 不去面對 不去討論 結果光電補不上來 去討論這樣子的地熱有沒有技術 有沒有效果 會不會太不切實際 地熱這個議題 我相信我們最近開始在談 以後還會談更多 因為台灣基本上各地有溫泉 那有溫泉的話就有可能利用地熱 如果你不要核電 然後你又不希望用火力發電燃燒以後 有排炭或比例2.5的話 其實地熱是一個方向 只是到目前為止 地熱的整個的進度 並沒有如預期 很多地熱廠 包含在東部的地熱廠 它鑽了鑽了鑽了以後 颱風一來 整個工程都被破壞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辦法好好的來 把地熱廠變成是台灣的主力發電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多元的綠能 包含了風電 太陽能板 以及火力發電這麼的多 分燃煤跟天然氣 還有地熱我們現在開發 另外還有潮流等等 還有抽搐發電水庫的 都是台灣多元的發電方式 可是如果我們未來的方向 是要吸引國際的大廠 不只半導體還有AI 要大量用電的時候 這些電能不能符合大家的需求 以及我們的電 還會是每一度3塊嗎 還是以後會變成4塊5塊 會變更貴 每次都會不會跟得更長 這些東西都跟政治有關 可是跟你我有關 電的問題值得大家一起關心 伊朗要打以色列了嗎 接下來72小時將是關鍵 以色列接獲的情資 伊朗會在15號 以色列跟哈馬斯和談之前 展開猛烈的報復攻擊 這絕對不是唯言聳聽 為什麼 因為同一個時間 美國也加派了兩艘航母 跟一艘核潛艦 已經趕往中東 是不是掌握同樣的情資 關鍵開打時間 就在未來72小時呢 看起來美國現在決定用 強大的軍事的力量 對所謂的伊朗這些 進行所謂的軍事的威嚇 你看他11號的時候 下令喬治亞核潛艦 跟林肯號的這個航母 已經這個打擊群 都前往中東來進行 這個所謂的部署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像這種所謂 二艾爾級的潛艦 它本身的武力 真的非常非常強大 比如說呢 它可以裝備24枚的 這個所謂三叉級的 洲際彈道飛彈 那這個三叉級的 洲際彈道飛彈 裡面其實並不是 單一的彈頭 它還可以再往外 再往內 事實上可以有 多枚彈頭的狀態之下 最多可以裝336個核彈頭 這樣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像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覺得說 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非常慘烈 對 這樣一個整體的武器的力量 光一個二嗨二級的潛艦 它就是二戰所有炸彈 如果統統爆炸的 爆炸量的6.7倍 所以這麼巨大的一個 滅國神器已經步到中東來 而且 它神不知鬼不覺 這個對伊朗會造成 多大的震折的力道 對 我最用簡單的例子 你想想看 這麼大的一個戰力 如果全部都對付伊朗 對 全部打到伊朗的本土 它可能會從原先地表 往下降到 往下降18層 太恐怖了 因為那個火力真的非常強大 可是你會覺得說 美國為什麼在這個階段 要做這件事情 要打了 因為美國 美軍駐敘利亞 東北部的一個 卡拉布吉爾基地 居然在9號的時候 遭受到這個無人機的攻擊 原先外界是認為說 有造成美軍的傷亡 不過看美軍現在 所公布的一個訊息是說 沒有人員傷亡 但問題是 他們已經把所有的人員 把它移轉到所謂的 安全地區裡面 所以你想想看 美國最號稱就是說 我美軍基地 你理論上是同美國本土 你今天居然對我的基地 進行這樣的一個攻擊 所以美方才會在這一次裡面 用這麼強大的武力 進入到所謂的中東地區 從上個星期到現在 都說要打要打 你也沒有看到伊朗 真的採取什麼行動 今天不一樣 今天出來新聞版面的 就是以色列情報單位掌握到 時間很明確了 就在8月15號之前 隨時可能就要打了 其實以色列跟伊朗現在這個紛爭 外界都寄望在8月15號的時候 是不是有這個所謂的以哈談判 那你知道嗎 在過去幾年裡面以哈之間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很多的談判 但是衝突一樣發生 所以現在以色列情報界 他就講說他們掌握到訊息是 伊朗也很有可能說 好吧因為一談判的時候 你要動手總是有點難看 所以會不會在談判之前 就開始進行所謂的 暴富性的攻擊 而且以色列為什麼會有 這樣一個情資出現 你看喔 伊朗的國安委員會的議員 這個叫做阿德斯塔尼 他居然對外公開講說 我告訴你 我們會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來報復以色列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在4月的時候 他們曾經攻擊過以色列 當時是用這個300架左右 這個無人機 沒有想到現在傳出錯話 規模可能會增加一倍 有可能會用600架的這個無人機 而且要發射飛彈 持續3到4天這樣一個時間 那你想想看 你國會這個 你這個所謂的議員的部分 都做出這樣一個說明的時候 是不是會讓以色列這邊 讓以色列這邊不敢這個釣以輕心 那我就問你 一句話我們常形容說 會廢的狗就不會咬人 所以以色列這個時候 突然拉大了他的整個態勢 要打了 那個背後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軌跡 在交互運用呢 其實作戰 如果今天進入到作戰裡面 心理層面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你想想看 現在大家公開出來講說 我會打我會打我會打 那你是不是真的打 其實對於被放話方來講 他一定有壓力嘛 你看喔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郵報 他就出來講說 你這個伊朗的議員 你今天放話 他有可能就是要幹嘛 你知道 他就是要打所謂的心理戰 因為以色列這邊民眾 一聽到的時候 天啊 戰爭如果要發生了 第一個 他會產生恐慌心理 第二個 會不會給以色列你的政府 產生壓力 給你壓力啊 你要不要去跟他談一談啊 你要不要幹嘛 你態度也不要這麼強硬啊 所以呢 這種心理戰啊 在所有最近這幾年的戰場上 還真的蠻常看到的 好 但你也不能因為這樣 因為狼來了 下一次狼真的來了 你來不及防備 因為你看到 伊朗的革命衛隊 現在正在進行演習 你怎麼知道 他明天後天72小時之內 不會遊訓轉戰啊 現在對於伊朗內部來說 我認為他其實也出現了 兩股不同的意見 當然有一派強硬派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說 他這所謂的伊斯蘭的革命衛隊 他一定是強硬派 那可是呢 伊朗總統呢 現在被英國媒體報導說 他跟這個所謂的 伊斯蘭的革命衛隊啊 基本上有意見 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你知道 在伊朗這個國家 很特別的是啊 他的總統 基本上是屬於 比較像行政職務 行政管理職務 他其實上面 都還有一些這個 所謂的最高領袖啊 或幹嘛的 那這個裡面呢 他們就會變成是 如果伊斯蘭革命衛隊 透過這種所謂 軍演的方式 就是說我要加強戰備喔 對 那你今天伊朗總統 如果你今天跟我 持反對意見的時候 誰會勝出 當然伊朗總統 現在是希望能夠 避免全面的戰爭 但是我跟你講 革命衛隊沒有在管你的 你知道 他們呢居然啊 還展示了說 我告訴你 我有神秘的新武器喔 他說我這些武器啊 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以色列 你告訴我 你鐵窮很厲害對不對 你只要偵測得到我 你就可以把我給擊落 不會讓你本土刷上來 他說沒有喔 我這個新的巡域飛彈 沒有辦法被你偵測啊 那我想我就講 這個東西有沒有在戰場實測過 沒人知道 那是不是也是心理戰的一種呢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 現在 伊朗跟以色列什麼時候開打 是核心中的核心 往外擴 第一張撲克臉就是美軍 美軍剛才看到了 把護國滅國神器 都開到中東來了 這個時候 伊朗唯一能做的 就是讓你分身乏術 轉移焦點啊 有一個新聞非常特別喔 因為來自於歐洲的情報 居然顯示說呢 伊朗將向俄羅斯交付幾百枚的 這個所謂的近距離的彈道飛彈 那現在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它有一個東西叫俄乌戰爭嘛 那個東西還在打 過去俄羅斯被認為說 你已經打到彈進圓決了 連什麼古早的古董的軍品 都拿出來了 快要下台一鞠躬了 結果沒有喔 現在如果伊朗真的把這些 所謂的近距離的彈道飛彈 往俄羅斯送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俄羅斯這邊武力又上來了 那美國他接下來就必須思考的是 我在中東這邊有一個戰場 我如果在俄羅斯戰場這邊 甚至對俄羅斯 我要再進行防備的時候 會不會讓美國分身乏術呢 好委員你怎麼看中東的局勢 伊朗真的不能把他當指老虎 接下來72小時是關鍵嗎 因為你看從以色列掌握的情資 從美國把他的這個核潛艦派往中東 看起來背水一戰了嗎 這只是說從美國的情報來講的話 伊朗一定會有一個大規模的報復 這規模一定比上一次大很多 要不然的話 不需要兩艘航空母艦 一艘核潛艇 還要帶了兩個飛機 戰鬥機中隊 再外加三套愛國者導彈系統 我還沒看過美國在這麼一個小局面裡面 需要動用這麼多武力 這麼武力是幹什麼 不一定是要攻擊伊朗用的 而是要攔截伊朗所發射出來的 各式各樣的導彈 可能有無人機 這個巡航炸彈 以及所謂的巡力飛彈 還有洲際導彈 都有可能搞不好還不排除 伊朗會秀出說他們曾經講過的 他們有極音速導彈 那極音速導彈以目前的話 美軍的各種設備能不能攬得住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你看美國層層封鎖 而且以色列自己也有三套導彈 比如說長程的天艦防空飛彈 然後短程的鐵琼 通通有了 那你面對這麼一個複雜的防禦 表示說美國所得到的情報 伊朗會做大規模的報復 如果伊朗不做大規模的報復 你美國準備這麼多配備去幹什麼 這個配備是勞斯動眾 羅斯福號不夠看 要抓了林肯號 因為羅斯福號上面沒有F35 林肯號上面有F35 要F35去攔截導彈 當然是一個可行之道 但是也是個非常高成本的事情 所以簡單講從美國的動作 我們可以判斷伊朗攻擊以色列 或者在中東的美軍基地 幾乎是勢在必行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美國不需要去聯絡沙特啊 約旦啊 說哎呀你們不要讓這個伊朗借到 打飛彈或者打無人機 那這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美國要做層層防衛 那這個層層防衛表示美國的情報 百分之百確定伊朗會打 今天關注房市趨勢七個字說完它 就是超小超貴鳥龍宅 台北市推出了10坪的鳥龍宅 室內實際只有6.7坪 一坪153萬1530萬 嗯你也可以搶當天龍人 這種房子也買啊很多人不要急著笑喔 實價登錄你去刷看看 一排啊喝成交 再看到新北更驚人 新店已經出現了九字頭的建案 果然板橋一路水漲船高墊上去 已經出現了10筆單價破百萬的成交紀錄 連當初政府要力推的虛品改革 現在也緊急喊咖了 就怕更助長房價 買不起房的無力感啊 俊項哥我先講一個有錢就是任性的例子 為什麼 最近我一直在關注的這個是 宜蘭外奧阿拉伯公啊 應該很多人有經過這個海岸線的時候都有看過 你知道嗎 林昭文家族既然18年來只住過一天 不過據說有招待過兩個貴客啦 一個是這個李遠哲 一個是李登輝 這個要賣多少錢 總共有20間房 他要賣多少錢 賣33億 沒有人要啊 好他就降到26億 還說我直接家具付給你 我有去看過 其實跟大家一起參觀過裡面的家具 那富力彈簧到一個極致 後來說21億好了 房子要來住啊 你現在開場 我有感覺說 基基腳腳挺有趣的 但買房子一點都不有趣 為什麼 你真的是越來越望房心探啊 俊項哥 我就講我最近的例子 因為我想說幫我兒子買一間房 是 那結果我就想說2000萬以內的預算 我覺得好像還負擔得起 結果我去看房的時候 我只要看到2000萬以內的建案的廣告 我就跑去看 甚至有一些打出來就是說已經 玩銷樂賣的 你剛才講什麼十幾戶那個 有的我去看都要排隊 結果我去看以後 我進去以後我嚇一跳 我就說 一打開嘛 這個裝潢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附家具喔 什麼東西讓你嚇一跳 附裝潢喔 一打開我說 還有二樓嗎 我以為是樓中樓嘛 他說沒有 就這樣 你知道那個有多小嗎 兩條半就這樣 我說 比我的停車位還小 我說那我不如去買停車位搭帳篷 你知道 結果他跟我講 這個我們的坪數喔 大概10到12坪 但是我們的公設占比稍微高一點 高到最後10坪只有多少 6.7坪 可以想像嗎 那如果是這樣 你還有陽台啊 宇哲啊 這個不是個案觀眾朋友 你來看喔 2022年上半年推出最小坪數的幾個 你看 都在那裡有看到嗎 對 不同行政區 10坪 10坪 11坪 全部都12坪之內 九坪啊 小小間就是我們講的 低總價 可是高單價啊 好 你只畫了幾坪對不對 我給各位看一下 一坪多少錢 誇張到過去我們認為 百坪以上是 就是豪宅 這個信義區一坪要170喔 中山區一坪要135 153喔 即便到新店區要95喔 所以政府不是一直在說什麼 要推這個十坪制嗎 這個虛坪改革 你買你就買十坪對不對 就你不要那麼多公設 然後灌水嘛 結果現在又喊他了 到底怎麼辦 你再等看看 你已經看不到好幾部車的車尾燈了 真的很難喔 那當然現在啊 這個有網友就說 那如果月薪還是買不了房 能不能等股市修正 然後帶動房市價格下修 我講一個簡單的邏輯喔 現在台灣我覺得有一點類似 我們過去講台灣金英卡棒 那種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股市真的修正 錢跑出來他會跑去哪裡 其實只有兩個選擇 在台灣 你不是投資股市就是房市 所以房市還是會繼續支撐下去 難怪這個月薪5萬 你說我買不去 真的買不起嘛 你來看看 真的 年薪170萬 你房子 你給他匹配喘 實際上在竹科齁 年薪140 170 200 250到300 甚至500是很常態的一件事情 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 140 跟5萬 5萬大概是 一半而已 只有他的一半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在新竹 基本上 你隨便繞一圈 你要稍微住的 有一點點品質 一天要多少錢 3000萬起跳 那你如果負擔不起 沒關係 你竹北甚至 現在已經往頭份走了 他們說沒關係 頭份騎摩托車10分鐘 一樣可以 所以我們發現 雖然薪水高 房價漲的速度 比你挑釁的速度還快 好 陳燕帶我們來看到 就是大家都知道房價漲 我們也知道房價很標 放眼全台灣 我們都不要放過任何一個 六都七都 直直細細去看 哪一個行政區最猛最標 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在講房價 會不會只有台北市有感 或者是講新竹特別有感 但是我點出來 這一個城市高雄 大家一定會覺得有可能嗎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在高雄 這種年輕人做不做捷運 做捷運 我每次下去 我看到做捷運都滿的 有紅線 有橘線 按照台北市的這種思維來講 只要有雙捷運一定暴漲 對不對 果然現在啊 高雄漲最多的是哪裡 叫做新興區 附近有六合夜市啊 新絕江 很多人一聽就知道 橘線 紅線都在那裡 年輕人聚集的地方 漲13.7啊 而且高雄話題多到你真的是 但是我就隨便講 高雄就是演唱會經濟選擇 演唱會 然後再來台積電 在這邊頻頻設廠 今天又有台積電設廠的 最新的風聲出來 怎麼不漲啊 這股風草已經炒出一個 我有點難以理解 匪夷所思的地方 什麼叫匪夷所思 看房我就穿個拖鞋嘛 對不對 誰都是這樣啊 都這樣啊 我就倒本手 不是喔不行喔 第一個你的服裝 現在有要求 第二個要帶身分證喔 帶身分證 為什麼 我要確認你是誰 還有 真的要買房在男子喔 他一個賤案喔 你要買房帶身分證 不意外啊 之外 要有所有權狀 什麼意思 你必須買過 我們這個賤案的 天啊 我被肯定賤案 我是你的財生爺 反而變成你在挑客人啊 所以你在排隊的時候 你就看到 每個人手上一手拿身分證 一手拿權狀 還有我要帶朋友一起去 朋友也要帶證件 天啊 房地產真的吵到 這麼熱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真的買房 有時候要等的時候 見得得不到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暴行文 巨像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